其实你要参选总统这件事情 好像都是非常容易 你只要出来就好 那为什么今年你没有打算要参选总统 我先请教主席这个问题 我对台湾有感情有责任 今天早上十点钟 国民党跟民众党谈话 我希望你能够去问他们 为什么不让宋楚瑜参选 其实蓝白河 只要你们推宋楚瑜出来选的话 这个问题不是就解决了吗 这几位总统候选人 每一位新闻界都对他们评语 你们要到日本 要到美国去补学分 我请问你 我这个完全修满学分 而且还去教书的人 为什么不来请教我呢 我基本的立场是乐观其成 确实不太容易的事情 国民党的内部 对于如何去做民调和相关的 都有不同的意见 到底谁政谁负 其实还不是关键的问题 曾经他们提过一个叫做联合内阁 让人民最不安心的 是未来的行政院 到底会不会有一个让人民耳目一新 有执行力能够做事的一个团队 到目前为止 大家只有看到去抢位置 但是谁有这个经验 曾经做过这些事情 马英九现在这个时候去见证 他们协商不合适 那您怎么看 我如果直率地讲 多少次他都没有好好做过见证 2000年的时候 明明那个是假民调 他不但没有好好见证 而且他还把假民调 一次两次三次的在电台上面发表 而且还是违法的 因为根据选拔法 前十天不可以发表民调 所以后来他被人家丢鸡蛋 我有没有去告他 其实我还可以有法律追溯权 但是我今天特别讲到一个政党要让人家respect 就是你的政党能够坚持立场 让别人觉得你这个政党真是一个有理念 有信任 人家觉得能够trust 所以我们要重新找回台湾人的自信 现在你看这样子的没有一个像样的团队跑出来 请问他们现在举出来的这些人物 过去的政绩如何 你要拿出来说 那个人可能会去做行政院长 他一天的行政经验 好像都没有 你能放心吗 这个人是好人 但是如果他去开飞机 我不敢做 你必须要有专业的训练 不是好人坏人 就可以随便开飞机 现在我们要去选出来的 好多人对他自己的本质的 民财教建农 生老病死苦 内政外交国防经济 国际都没有经历 不会开飞机的人 你现在要去选